聊四季 天天獨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波斯密亞人對下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提出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拳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TC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快的 黑暗時代就5%的加成 到地龍時代總共會加20% 非常快速的 他的工作效率的加成是可以提升村民的生產速度 還有織布技術、手推車、生時代 都可以增加到工作效率的部分 波斯人他的打法比較適合打工兵系 還有騎兵系為主 工兵系現在波斯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 所以波斯人的馬功也變成主流式的打法 那工兵單位有這個波斯工兵 不需要消耗黃金就可以產出大量工兵 相當的舒服 那後期也可以轉出波斯戰相 或是輕的遊俠 這個薩瓦的騎兵都是很好用的 波斯人的打法還是偏向於打開農戰術 會比較適合他 那他的城鎮中心的血量是雙倍的 所以他要打這個城鎮中心這個 這個叫什麼 TC暴也可以 但是TC暴穩定性相當不安定 遇到高手的話很容易被防下來 基本上TC暴這東西只能虐菜 那我們來看一下波斯米亞人 波斯米亞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修道院研發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樂 可以讓村民獲得血量加成跟移動速度的加成 這個效果讓波斯米亞成為了世紀帝國裡面 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甚至比這個伯伯的10%的移動速度加成還要快 好 看到這邊 聰明可不可以來得及防守住呢 哎呀 剩3滴血 波斯人開局就在開稿啊 這麼早就出來 沒有趕入 然後波斯米亞直接幹他豬來反制 然後還有幹到一隻羊駝 這邊有看到喔 欸 你的豬我帶回家啊 你敢過來我去敲你 他不敢 哎呀 被頂到一下 卡住 OK 這裡也要不要拉一村過來幫忙呢 這裡其實波斯米亞也可以拉一村幫忙 直接去攻擊這隻刺頭 多多少少會有點幫助 但是效果可能沒那麼優秀 回頭打一下 回頭打一下 是我的話就想回頭扁他喔 好 這邊終於拉回來 趕快射掉這隻豬 你偷我一村我拉你一頭豬 趕快平衡一下經濟 波斯米亞表示超爽的 哇 結果波斯開頭 偷人家一村 好像沒有那麼的有優勢了 好 這邊直接拉了七村往前 這個難道是要八村喔 這個應該是要TC爆了 OK 然後加一路多拉三村 我想怎麼拉這麼少 因為這個TC爆村民數通常是拉到十村以上 會比較穩定一點 建議十五村啦 十五村蓋TC也蓋快一點 好 當然是這邊已經開始下木牆了喔 他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他怎麼知道他要來TC爆呢 還是他認為他現在 幹了他一頭豬 這隻洛馬被鞭死 然後他自己趕快蓋一堆木樁喔 這個就是在防TC爆的打法 你拉一堆村民過來 等一下他怎麼知道的阿 他是開圖嗎 不然他怎麼知道 欸 這邊可以蓋城城中心 我的天 哇 但是城城中心可以收村反擊回去喔 這個也只能低調了 哇 我想說奇怪 他這裡村民很少 沒有拉回來就很危險 還要他把所有村民拉回來 OK 波斯這邊TC爆失敗 你要怎麼繼續 你想要再繼續 嘗試看看嗎 這裡木牆繼續打 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這些 偏離策略喔 很容易被高手擋住喔 每個人高手都知道怎麼反制了 像TC爆這東西喔 插下一堆木牆 就可以反制城鎮中心喔 去蓋下去這個地區喔 然後諾從POSE這邊要蓋房子喔 還有這些木牆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想要 控起來這些土地喔 然後待會再把這些木牆打掉 好 自己就可以喔 蓋下城鎮中心來 這是他現在的想法 好 想要來這邊蓋 但是發現這邊的空地不夠多喔 蓋不下去 波斯一秒這邊繼續 補下來更多的木牆 好 聰明有繼續按喔 那波斯這邊拉了很多寸的關係喔 石村在外面閒礦喔 所以沒有辦法補下城鎮中心 然後這裡又補下更多的木牆 哇 波斯一秒這邊反制的相當好 所以開稿策略喔 我真的不是很推薦大家去用 當然大家在用這些開稿策略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個突飛猛進分數的時刻 但是你越開稿 你越到後面你就會發現你的開稿策略喔 有跟沒有一樣啊 人家高手都知道怎麼反擊回去了 你很容易被擋下來 基本上你要爬分是不太可能 或是你要長期勝利喔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在直播或是在影片裡面講 如果你能用這些開稿策略喔 穩定爬上2500 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懸說等級了 因為目前能這樣一直開稿上去 穩定爬分的 也只有道德可以做得到 非常的困難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練世紀立國的話 這個正常開局打法 這個觀念啊大局官配兵喔 才是主流玩法 這個沒有想到 這個波斯被搞成這樣子 還是那麼堅持要蓋城鎮中心喔 OK 左邊他終於補下了 那他這裡想法是想要補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去射 去射 欸?! 這你怎麼射得到 這個射成 6 剛好極限 哇 失策了 波斯密亞最終還是被射到城鎮中心 但這裡也沒關係喔 直接拉走就好了 然後村民繼續按 然後趕快去打獵 把這個肉吃一吃喔 果汁沒有吃到有點可惜 左邊還有一頭鹿群 但這邊可以趕快拉個4吋 後來這邊下個魔仿喔 去打獵 並且這邊一個魔仿喔 可以吃到兩坨鹿群喔 6隻鹿很肥的 好 那這邊TC爆 成功拆掉了波斯密亞的城鎮中心 結果還是沒有防住啊 還以為波斯密亞這邊防禦成功了 初始什麼都沒防到 防了個吉諾 當然確實也拖到了波斯這邊喔 TCDelay很長一段時間喔 他這邊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20吋對25吋 現在波斯密亞有絕對的經濟優勢喔 好 這邊繼續插木牆 好 當然波斯這裡好像沒有打算要繼續爆喔 他爆完這個之後 由於Delete了太多次的這個城鎮中心喔 石頭不太夠 除非他這邊要再去挖一點石頭 才可以再去蓋下新的城鎮中心喔 好 這邊直接拉一些村民反之 好 村民 趕快繼續補下 這裡沒有先打算要升10代 那有人會說 那波斯TC爆拆除自己成的東西怎麼辦 那這裡如果能上10代的話趕快上喔 上去之後趕快挖黃金出小工喔 他就不能到處嘻嘻哈哈了 你就可以用工兵射爆他出去打野的這些村民喔 王黃金阿 他就只能把所有村民歸在這個地方 那到時候你再用塔弓喔 插塔直接插爆他的木須 GG 秒殺 這個是個人的經驗塔 當然這個一定不會那麼順暢喔 對方畢竟你已經 有這個經濟水傷到了 被人家插這個TC爆之類的 多多燒塔也是會傷到一點 所以經濟量來說可能會沒那麼好 唉唷 但波斯他也很會喔 他也知道如果對方突然轉個塔弓 他就很不舒服了 趕快拉村民過來挖 蓋這個石頭 然後波斯裡面也是拉一些村民進行反之 好 這裡村民繼續按 這裡木頭有點多耶 他居然沒有先灑農田了 這個波斯也是蠻特別的 布拉這個 村民去採肉 他打算要直接吃人家果子 這個也是蠻聰明的 直接開出 好 趕快掃農田 波斯裡面趕快按 村民為了不斷村 那當然被TC爆之後 像剛剛波斯裡面 他那邊應該是要直接上 封建時代會更好 斷村直接上 然後上封建時代 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插進塔反之 去射爆對方的城鎮中心喔 還有出這個小宮喔 基本上波斯就沒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波斯裡面可能是想要不斷村 然後趕快一沾村民 原來這個時間點喔 你要再把這個肉量 為了不斷村 應付這些肉量 再農上封建時代的話 你要花的時間會更長 會花大概再多5分鐘左右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建議喔 所以像這樣子喔 你再繼續不斷村 然後再撒人家田 這時候就趕快斷村 然後上封建時代 打個一波 攻兵 塔攻 基本上就贏了 好 這邊趕快挖石頭 好 全村民可以了吧 還要再按嗎 這邊要升時代真的很困難 好 稍微斷村一下 波斯這邊直接要轉龍囉 那上封建時代轉弓兵有什麼好處喔 稍微解釋一下喔 那你剛剛在這個時間點喔 這個時間點你的弓兵 可能已經到他家了 17分鐘 他才剛點黑暗時代升級上去 封建時代 他家裡這些的村民喔 都會被你的弓兵追著跑 那他自然經濟就會被衰減很多 那待會再出來的弓兵喔 直接在前面補一根劍塔 弓兵直接變塔公公 直接去射爆他承認中心喔 也可以考慮喔 好 甚至在個人肯定喔 直接把他的承認中心給包圍住 他一定要去挖石齁 去轉租這個劍塔出來 才可以守得住 當然他也可以直接補下軍營啊 弱馬那些 但他的經濟出血喔 絕對會沒有下你那麼好 所以波士米亞也算是有點相變讓他有個活命的機會 不然波士剛剛應該是要被秒殺才對的 好 那兩邊升到火箭時代 先快進一下 波士轉出了軍營 應該是會打肉嘛 現在肉比較多 波士直接直成 有沒有考慮呢 如果波士這邊直成 波士米亞就不太好受了 難道波士米亞也要直成 看起來是要直成 OK 兩邊差不多時間上去 這邊馬就蓋下去之後就可以直成囉 哇 兩邊真的是要打直成 這裡賣石頭 OK 賣了一些石頭升上去 波士這邊是點了一個手 不要忘記數 還差一個建築物 冰工廠 他吹個冰工廠 才可以升級 好 這裡都已經圍死了 石頭繼續挖 後方石頭也圍著 還有一個附金 這裡補了一個軍營 哇 這邊野味繼續吃 哇 吃了六頭 六頭鹿啊 好賺 原來剛剛波士米亞開局的時候 他應該是不知道對方的狀況了 雖然他偷了一頭豬喔 然後自己肉馬在家裡 他怎麼知道對方的村民出發了 這件事情還蠻奇怪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怎麼想 這個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了 也不知道波士米亞這邊是不是開圖 好 那來看到這邊城堡 直接插下去 OK 反擊回去城市中心 好 直接打戰車 戰車會不會秒殺GG 好 趕快去挖木頭 木頭有點缺 戰車按不出來 挖木頭挖木頭 好 補了一個工程器造所 投石車 我還有點像暗衝車 想要頂掉這根寶 結果他是打投石車 他可能是要防波士米亞戰車 畢竟波士米亞的 胡斯泰戰車呢 是有這個胡斯泰裝甲的 他的裝甲是吃到投石車會增加 所以戰車來說是很害怕老頭 但是波士人他的老頭是沒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招想胡斯泰戰車 只能用投石車跟騎士進行反制 這邊戰車壓力給的很大 那波士米亞這邊趕快下修道院 對方有轉騎士 這邊木頭不太夠 為了要按太多戰車 木頭有點缺 這邊波士轉投車騎士的策略還不錯 我覺得問題不大 哇 還砸到了一些村民 哇 又打到幾村 這邊趕快往後伐木就好了 這邊可以安全伐木沒有問題 投石直接到後面開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還是他在挖一個伐木場 木頭有點斷囉 好 戰車出來 打掉一隻騎士 戰車閃掉 投石車傷害 這邊想要靠近投石車 集火直接點發掉青頭 但這個射程來說短了一點 只有六射程 唉唷 好痛 又砸了一村 看起來波士米亞這邊失誤有點連連的感覺 波士被迫去修了這根城鎮中心 他不想斷村 沒有辦法 這邊城鎮中心感覺有點硬要 所以直接放棄掉 他為什麼不放棄 是因為他想要碰住這個主金 還有這些農田 想要繼續種 但不放棄的話 修理成本也是一些昂貴的成本 好 直接到後方伐木 這一把波士米亞戰車 好 抓到後方 舒服 大量村民直接串逃 但是只打到了一村 這個炮彈射得有點歪 好 投石車再次反制回去 血量再一發可以砸掉 唉唷 殘血 17滴 這個砸得有點歪 呃 居然不敢回頭直接熄火掉 這個有點... 微妙 所以我就直接瞬間回頭 收掉他 好 回頭 對啊 你一打人家 他投石車也不是沒有傷害啊 對不對 回頭趕快即時收掉就好了 這邊引狼入室 尷尬 騎士進來了 怎麼辦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修道院 修...修...修道院 完了沒有修道院 可惜米亞這邊戰車按上... 上頭了 按太多台了 換單 裡面務需又要搬家 就跟你說修道院早點下嘛 有早點下修道院 你現在還需要跑路嗎 你還可以趕快補下神聖思想跟宗教狂認 增加經濟效益 還不用被這些騎士追著跑 這個戰車居然也沒去追騎士喔 感覺波西米亞有點空不太過來 總覺得怪怪的 這個波西米亞怎麼越看越習慣了 好 趕快把戰車開到他家裡 那他家裡的經濟分布 像是石頭跟這個... 伐木而已 那現在城堡放哪裡喔 也是一個學問 那對波西來說可能要蓋這個位置 或是開在這個位置 直接控住他的這個承認中心 或是直接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跟他城堡對色順便控他墓區 兩種方式 好 這邊拉幾隻村民過來修理福斯派戰車 福斯派戰車修理速度沒有到很快 看第一瞬間收理掉了這邊殘血的村民 賺三村也不虧啦 他居然拉這個殘血的去喔 也蠻奇怪的 好 第一時間攻擊到後方挖石頭的村民 這邊兩邊打起來 誰...誰優誰烈喔 還沒有很明顯 好 這邊再去砸 那波西麵仔這邊有下修道院的話 那救贖思想老頭 直接招搶對方工程系 波斯真的是完全沒得打 所以到底為什麼不下修道院 我看了很生氣你知道嗎 激怯公分分馬路 後方這些村民是直接被塗光了 喔 剩兩隻跑掉 OK 波斯這邊村民處只剩下28村 好 城堡果然蓋在左邊這個位置 直接拆掉城堡中心 搞定 OK 那他往上班就好了 那這金礦也罰得差不多 待會這根寶應該也是能拿得掉的 好 我車就去給阿力 第一台戰車 好 戰車繼續追 他怎麼又知道戰車在這個位置阿 他是不是真的開圖阿 他怎麼知道他的村民兩隻在這裡 他 越來越奇怪了 這位玩家 感覺他的RP需要研究一下 不然前面的波斯TC爆 他怎麼發現的人 通常高手都會偵查一下阿 但是他剛剛完全沒偵查 透了一隻豬 然後就知道他要來PC爆 這個心電感應 不太合理阿 雖然我是沒有很支持開稿策略玩笑 但是我現在有點 站在波斯這裡了 突然覺得波斯有點可憐 怪怪的 真的怪怪的 不知道大家感想如何 他怎麼都知道 對不對 他又不是核運 然後他也知道他家裡沒有村民在走了 然後也沒有用這個戰車去 巡邏 這個越看越不對勁 光看RP就覺得他怪怪的 好 這邊波斯補了一個現存的東西 沒有要放棄這個主金 完全不放棄 就是想要挖爆你的金 好 這裡一把木區重新開張 但是他已經被斷金囉 斷金的話 只有這五個人在挖 好 這單車終於意識到 沒有空 好這兩隻村民也沒空好 波斯也怪怪的 好這邊收村 其實血量有點低 收掉 沒問題 收村長了一發 阿收掉 哇 波斯車打波西米亞但是很強 你要不要反打一下 人家投死車都在你的射程範圍內了 波西米亞其實分數很低吧 他怎麼可以來到這個分數呢 該不會都一直在靠開圖上分的 看他的操作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他的實力感覺真的不是在這個分段裡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這一場 波斯 看起來是有 他對戰術理解是有到位的 好 我車 好痛 好痛 損失好多村民 直接村民剩下不滿 對方的山山村 這個控兵也控得很好阿 這個控兵兩邊 一比起來 就看起來波西米亞是個笑話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是怎麼想的 但我是這麼想 我真的受不了耶 玩波西米亞不下修道院 不會下修道院的 通常是 大概1500分段左右的玩家 以下的玩家才會不下修道院 這比較正常 但你都已經到了這個Label了 1800分左右了 哇靠 這波交換 戰車對不對 直接A過去 打爆投資車就完事了 你現在才發現你的戰車 打投資車很強阿 也被換得差不多 戰車控一下這邊 這邊有黃金喔 要不要挖一下 好 波斯直接轉出了老頭 但老頭我們剛剛說到了 你沒有救贖思想阿 你要怎麼招響 對方的50派戰車 這就是波斯為什麼那麼難解 工程器單位的原因阿 很怕生頭戰術 但他這邊出老頭是 好像單純只是想要撿生物 好但波斯現在還沒有輸喔 只要沒有投降就還沒有輸 這就是比賽的重點喔 只要你不投降你就還不算輸 波斯這邊轉出非常多的投資車 舞台 就要再去砸這邊的城鎮中心 好這邊又擊殺掉了幾隻波斯的村民 好這邊轉老頭肯燒防騎士喔 波西米亞騎士 欸幹嘛幹嘛幹嘛用投資車砸弱馬 我老頭招響就好了 砸自個 好轉更多的弱馬出來 防老頭 好當然波斯也轉出了駱駝 有駱駝的話防守很好 哇砸得很好阿波斯 NICE 兩隻弱馬直接解掉 波西米亞 看起來快沒了 現在有駱駝加上投資車 他投資車的預判位置也不錯 但是現在戰車已經開始控到他的金礦了 好這邊想要修理 但是有幾隻村民 到城鎮中心中間 再一下 哇三村沒了 這個駱駝怎麼不大 找搶一下 剩下15滴 沒有打算要修了吧 OK掉了 波西米亞這邊村民 趕快跑 好 火車繼續砸 往裡面砸 這裡面 對 他怎麼砸 射程不夠 太遠了 我已經這裡有高地了 我看起來距離是夠的 但高地還要走段 如果才能增加這個格數 波斯 就是 後方村民也是被騷擾當中 那兩邊死傷都蠻嚴重的 很大了 波西米亞現在只剩下一個4級 現在沒有木頭可以蓋法木場 後面是可以挖的 木頭 他可能是想要直接用買的 他可能認為 自己還有一根寶 就還沒有輸 波斯這邊村民也是 斷的也蠻嚴重的 兩邊都是瘋狂斷村的狀況 你們到底在打什麼 假數一下好了 我覺得有點看不太懂了 這兩邊 讓我有點懵逼啊 真的遜懵了 好轉一個波斯戰象過來解一下 後方的這個村民 戰象坦度還是非常十足 波斯也終於受不了了 轉一個大象來解一下裡面的村民 好村民剩23隻 波斯戰象打這個 不是怕戰車很痛 想用拉打 解掉一台 OK 還有換到村民了 好這裡趕快 欸突然發現這裡有拔木場 趕快來拔木頭 對現在還有一百石頭 還能蓋城市中心 好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這裡有對方的 波斯派戰車 想挖木頭 但沒有辦法 好補一個拔木場 兩邊相親相愛 好在拔木啊 好拖著車進來 來 你 找到你了 拿一下 再打一下 再砸 這裡再兩隻 哇 剩一隻靠近 主持人就過來 打出GG 搞定 終於拿下這場比賽了 投石車從這邊進來 進來的非常好 應該是從這邊繞過來的 進來然後打個一波 GG投降 好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兩邊機器管差不多 兩邊都差不多慘 然後波斯這邊KD更好 投石車控的真的不錯 那這把真的是 滿有爭議的一場 到底有沒有開拓 我們就讓大家自行去判斷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想在view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嗎 好嗎 我來小朋友 我來小朋友 好嗎 好嗎